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還不錯 有一點悶熱像我今天到花蓮 北部早上穿這個長袖還可以 可是到了這個花蓮 基本上就好熱好熱 其實這個有時候在這種吹南風的時候 的確 這種清晨的溫度跟白天的溫度 太陽一出來就差別很大 這兩天請大家多留意 今天晚上還是有點悶熱 不過新的一波 封面就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長長的一波封面 各位可以看這個很特別 北風 南風 這個封面在這個地方 這邊不斷的有些系統冒起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 完整的冷風 滯留風跟冷風不一樣 冷風是指冷空氣往這邊推 可是滯留風呢 如果冷暖空氣剛好在台灣附近對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稱為梅雨 那梅雨有幾個特徵不是說有一個封面 下來就是梅雨 他剛剛好 太平洋高壓 還有這種西南季風 整個水氣的勢力 打通在一起 才能真正成為梅雨 以現在來看的話 還是太早 這個都還不是梅雨 雖然我們已經進入5月了 都還不算是 那這個封面呢 預計呢 明天早上 就會抵達台灣 所以明天呢 中部以北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不過呢 它的水氣 並不算太多 所以會有雨但是預期不會太大 整個中部以北會容易有些短暫性的雨 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到了禮拜六就會稍微緩和 不過呢 緩和是溫度會下降一點點要留意一下 下禮拜二三又有一波會在接近 所以這個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後續的變動 然後禮拜四禮拜五 就會慢慢的緩和 等於是天氣又是持續的吹南風 有一些水氣在這個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比較 各位關注的是下禮拜 周末的天氣 以目前來看的話 恐怕下禮拜天要用比較 最壞的打算來看了 因為預期有一道封面在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來看的話 禮拜天天氣是變數比較大 下雨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後續我們要持續的關注 希望 有一些變動的空間 不過呢未來到了5月 中下旬 大概19 20號各位可以看 其實整個這個 西南季風 或是美雨的態勢 其實就有一點明顯了 像這樣大片的雲系 有機會在5月底的時候生成 其實這個活動的安排上 可能就要 特別留意安排了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第一個是 明天禮拜五禮拜六有一道微弱的封面 等於是掠過台灣 並不是很大的影響 後面有一些冷空氣會轉涼 會轉涼要稍微留意一下 北部 中部以北比較明顯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禮拜六禮拜天天氣應該是慢慢轉好 還不錯 但是下禮拜二三 下禮拜二三 各位可以看到 又一波封面又在影響 那這波封面呢 會比這一波 明天那一波還要來的強一點點 不過呢到禮拜四就會慢慢的緩和 一點點他換喝 那接下來呢各位可以看南方的這個水氣很旺盛 預計呢 有機會在這個 母親假節假期前 佛旦日前其實有一波系統在這個地方 先來看的話這波可能會全台灣有雨的 不過呢我們後續希望他還有一點變化空間 現在 預測一個禮拜 雖然知道 但是都還有一些變數 容易發展起來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到了這個五月中下旬 就留意 有一點這個美雨封面的態勢 很長的一片 又有新南季風 整個態勢 這個就有一點像了 等於是五月底 520前後那段時間 我們就來觀察 這個會不會是今年的入媒的這個期間 這個可能是預期他可能會這樣 但是最後要看後續的動態 所以台灣呢今天 到明天都是吹南風 可是明天 早上開始呢 就有風向就開始轉變 就北風了 從南風跟北風轉變是很不一樣的 到了禮拜六就明顯吹東北風了 那迎風面呢在北部就容易偶雨 那禮拜天的天氣應該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珍惜吹北風 溫度就下滑一些些 不會像這幾天 這麼的悶熱穿短袖 未來這兩天可能就要穿長袖了 要稍微留意一下 很快的下禮拜一二又吹著這個偏南風起來 然後到了下禮拜二 等於是二三又有一波這個系統 封面會稍微接近 是比較不穩定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請大家多留意最近的這個變化 跟前一陣子一樣 很大喔 明天呢 那中部以北還有山區容易有一些短暫性的雨勢 東半部也容易有一些短暫性的雨勢 那禮拜六禮拜天會緩和一點點 不過呢 迎風面 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不大一樣 像這個呢 迎風面就開始有點雨了 跟前陣子不一樣 像這個預計禮拜六禮拜天 迎風面 東北角 容易有些短暫性的雨勢 那東半部 例如說宜蘭也有一些短暫性的雨勢要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清晨大致上 空氣品質稍微留意一下 很多地方到了 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那預計呢 這個今天晚上是有點悶熱的 有點悶熱的 可能再晚一點就會有一些短暫性的雨勢在北部 容易發展起來 東半部雲量也比較多 然後在這個禮拜五呢白天的話 其實大致上天氣 慢慢就在轉變了 北部呢就容易有短暫性的震雨 空氣品質呢也要稍微留意 因為這個時候等於是冷暖空氣在這個台灣附近交界 所以水氣呢比較多 也容易讓這個懸浮為例 或是說等等的出廊 在這個地方不斷的累積 所以等於是在一個轉變的過程 空氣品質會比較差 稍微留意一下 那溫度呢也慢慢開始在轉變 禮拜五基本上 溫度呢還是相對比較高 禮拜六禮拜天溫度才會降得比較明顯一點 那禮拜六禮拜天會北部 中部以北會變得比較涼 所以我們一定要建議喔 封面呢是周五 大概稍微的略過 不是很大量的像 大軍入侵一樣 就稍微略過一點點 中部以北轉偶有些雨勢 那周末呢溫度就會明顯的 略降了 中部以北比較有感覺 中南部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那這段期間呢請大家留意喔 空氣品質有一點稍微轉差 稍微注意一下